我会邀请中国到新加坡来测试人工智能科技 财政部长王瑞杰说 两国也能使用人工智能 共同为银行和医疗保健领域提供高科技方案 王瑞杰是在南京出席首届中国新加坡人工智能高峰论坛时 向中国发出邀请 他说新中两国使用人工智能来提高生产力潜能巨大 他说新中两国的研究员和企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两国也可以在开发第三方市场进行合作 他也呼吁中国使用类似我国监管沙盒的平台来进行测试 我们要创造一个健全的监管环境 监管是成功发展科技的要素 它甚至可以推动创新良好的监管政策和措施 也能够建立共性 王瑞杰说 人工智能的未来潜能无限 若能结合其他科技带来的影响更加巨大 他举例说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解读大量的基因组数据 为复杂的疾病研发基因药物 让医药领域转型 有继续研发基因药物